二零二年諾貝爾文學獎 由法國作家安妮艾諾摘下後桂冠 而她的作品是被讚譽 充滿勇氣與冷靜的敏銳 刻畫個人回憶中的根源 疏離與共同束縛 二零二二諾貝爾文學獎 由八十二歲的法國作家 安妮艾諾獲得 瑞典皇家學院表示 安妮艾諾發現個人記憶的根源 疏離和集體的限制勇氣 以及臨床敏銳性而受到認可 安妮在住家外面表示 自己非常高興 安妮艾諾在一九七四年 以自傳題小說《清空》 展開文學生涯 描述她在法國合法化之前的 非法墮胎 她的二十多本書 記錄了生活中的事件 以及周圍人的生活 清楚地描繪了性接觸 墮胎疾病和死亡 她強烈捍衛婦女 墮胎和避孕的權利 評審委員指出 安妮艾諾在作品中 勇敢冷靜而敏銳地揭露了 個體記憶的起源 隔閡與集體壓抑 她的作品照亮了記憶 家庭和社會的陰暗角落 我認為它有關於她的誠心 她是非常誠實的 寫作品 她不是害怕 避免判的困難 她是寫作品 她寫作品 事件 安妮艾諾是法國第一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022年諾貝爾和平獎將在今天公布 經濟學獎將在下週一公布 記者沙燕齊中建綱報導